大家好,今天是2月中旬,随着天气一天天暖和起来 大家一定在计划和准备今年的花卉的种植 今天我想跟大家推荐四种一年生的花卉 它们有着共同的特点,非常的容易栽种 无需育苗,花期非常的长 而且易于修剪,越剪越多,所以也非常的适合做切花 第一个是Marigold,中文名字叫万寿菊 它是一年生的菊花,通常有一尺高 现在有的品种可以到三英尺高 它的花朵也越来越大 颜色由传统的黄色增加到橘红,金黄,红色,褐色 以及有香边的,生色,花心的 万寿菊备受大家的喜爱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 它有蛆虫的作用 所以经常被种在菜谱或者是花谱内,来减少病虫害 此外,万寿菊的花和菊花一样,可以生吃 万寿菊必须有足够的阳光 即晴于浇水 在初种的时候,最好掐枝一次 以增加更多的枝条 这样花会更多 它的花期通常是五月到双冻前 它有矮小的品种 像French Petite 可以长到12个inch高 它的花朵只有1inch宽 还有品种Brocade 它也可以长到12个inch到15个inch高 它的花朵有2inch wide 还有一个矮小的品种叫Alumia Vanilla Cream 可以长到12个inch高 它还有比较高的花形 Cracker Jack可以长到36个inch高 它的花朵有4到5个inch宽 如果你不喜欢万寿菊的味道 还有一个品种叫Nosanto Lime Green 它能长到26个inch到32个inch高 它的花朵有2到3个inch宽 第二个花叫Zenium 百日菊 也叫百日草 因为花期很长 花卸了窄区再有新花出现 这个花是菊科 花朵也像小的菊花或者是大梨花 颜色能多是暖色 有橘红色 橙色到白色 红色到紫色都有 而近期的新的品种 有很多双色的花 而花瓣的花朵越来越多 花朵越来越大 因为花茎很长 也十分的坚挺 因此很适合插花 不过也有很多人会选择 矮种的Dolph-Zenius 作为花朴的边缘种植 结大片的种植 没有伤害危险之后 将种子撒在地上 然后覆盖以极薄的土 大约四分之一寸就好 要种子发芽 必须白天有20度的气温 花谢了 再去花头 就会持续有新的花朵出现 也就是说 越摘花 花朵越多 但是剪花的时候 最好是留两三个生枝的节点 在节点的上方剪 这样新的开花的技能 较易生出 它有许多品种 像Giant Blue Point 它可以长到30个inch高 像Cherry Queen 它可以长到30到40inch高 它的花朵有5个inch那么宽 Pom Palm 可以长到12到24个inch高 Cactus可以长到36个inch高 Giant of California Giant of California 可以长到36个inch高 Zenderilla Peach 可以长到30个inch高 Zenderilla Lilac 也可以长到30个inch高 Queen Lime Blush 和Queen Lime Orange 都可以长到30到40inch高 第三个花 是Cosmo 波斯菊 波斯菊也是高大的花 通常有两三尺高 也有更高的 就要支撑 花是单半菊花形 也有些是卷筒状 波斯菊种植一次 可在随后的几年中 通过自我播种的年年生长 并开出美丽的花朵 栽培品种以粉红色 紫色和白色为主 植株强健 分支密集 最佳生长的温度是24度 对土壤一点都不挑戚 播种后7到8天发芽 60到90天开花 花期可搭数月 大多数的品种 可开花至双降 除可以用作花园光赏外 还是很好的切花的素材 花谢后剪去花头 可以促进开更多的花 如果要保留种子 就保留一些花 直到枯萎及接种 它的品种有 Sensession Blend 可以长到6尺高 Mini Cosmo Blend 可以长到3尺高 Early Sensation Mix 可以长到3尺高 它的品种 Cosmo Purple Red White可以长到2尺到3尺高 Dead Dream 可以长到3尺高 最后这个花是Bachelor Butter 四车菊 是德国的国花 象征幸福的四车菊的故乡 在欧洲 它原是一种野生的花卉 经过人们多年的培育 它的野性少了 花变大了 色泽变多了 有紫色 蓝色 浅红 白色等品种 其中 紫和蓝色 最为名贵 一年生 或者是两年生的草本 它能够自拨 它的高度 由1尺到2尺左右 它的植株挺拔 花梗长 适合做切花 也可做花坛和花茎的材料 它的适应性较强 喜欢阳光充足 不耐阴湿 需栽在阳光充足 排水良好的地方 较耐寒 洗冷凉 既燕热 喜欢肥沃 疏松 和排水良好的 沙子土壤 它的品种有 Classic Romantic Black Magic Classic Magic Florist Blue Boy